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旷经文明相辱道 唯一佛成 无有余成 若二若三 乃至无数方便 种种姻缘辟语言词 事法皆为依佛成故 六祖告诉法达 更何况经文分明相辱说道 唯一佛成 无有余成 比如 每个父母都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你叫你的孩子继续读书 你是不是希望他读到博士 读博士要不要读幼儿园或小学 父母真正的目的是叫小孩子好好读到博士 但这中间有很多过程 这些过程都不是父母真正的意思 唯有一佛成 即佛要告诉你 你就是要成佛 无有余成 是没有其他成 即没有声闻 圆觉 菩萨 这些过程并非佛的本怀 并非他真正要告诉你的用意 很多人不明白佛的意思 就像很多孩子不明白父母的心意 就认为 你自己讲的 叫我读到国中就好 我是说 你先读到国中 然后再读高中 小孩却说 你叫我读到国中 我是很忍耐才读到国中 你们修行亦是如此 你们现在是如何修的 当有一天 人家希望你更上一层楼 你却不肯 我们都有一种习惯性 常常抓一个东西不放 不能明白佛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跟你讲到有天堂 有净土 或你是佛 是要告诉你一个概念 其实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无论是什么样的时间和空间 依佛成 是说每个人本身就是一尊佛 我们不承认自己是佛 放弃我们自己是佛 我们都想退而求其次 即 我不敢想这个 我低一点没有关系 我做个辟语 你买一颗菠萝 那是酸的 放了几天之后 它变成甜的 你说 那是几颗菠萝 再怎么变 都是那颗菠萝 你要去了解 儿分一直否认 我这颗菠萝是酸的 不是一口 不要一口咬定 我就是众生 我再怎么修 都是众生 天底下的事情不是如此的 所以 佛讲得很清楚 纵使三恶道的众生 也实在没有三恶道 只有一佛成 他们其实都是佛 三道 三善道的众生 也没有三善道 也只有一佛成 即是佛 三圣 生文 圆节 菩萨 也只是一佛成 三 三 三 都归一 一切的众生 本来就是坐即白牛车 若二若三 乃至无数方便 种种因缘辟喻言辞 事法皆为依佛成故 讲得很清楚 其他过程都是为了让你达到这个目的 你要明白这个目的 不要迷失在过程中 更不要在迷失中互相诽谤 就像学佛是要去除妄想 哪知道你越学 妄想越多 学佛是要去除你的执着 哪知道你越修越执着 这不是本末道志吗 但如果你自己没有觉察 真是没有办法救你 方便是对 但是很多人就会停留在那边 不愿意前进 比如我们来开方便法门 先一起来跳个侍风舞 之后吃个点心 中午再睡个午觉 最后再来讲六祖谈经 这样说不定可以吸引不少人来 但是结果大家都想跳侍风舞 叫你听经原则上还可以 因为听经也是欲望 满足你求知识的欲望 在修行要离开你的欲望 你的内心做不到 比如我的课从九点半讲到下午三点半 大家几乎都不会累 但是我说 我们下个月从九点半起 念一句阿弥陀佛到下午三点半 全班三分之二的人都没有办法 要么有人会退席 要么就念得不情不愿 要么就想 这样念有效果吗 做这样的试验 你就知道你的内在没有办法 你听课 听一整天算修行 念佛 念一整天也算修行 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听课 因为他有满足感 这就是陷阱 这样的陷阱你可以逃避吗 你不得不承认 没有来听课的人 甘愿自己看佛书 看一辈子 说是修行 这样的人很多 但这样是修行吗 文后思维 你愿意直接到达究竟吗 心平何老耻戒 行职何用修禅 感恩六子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